黃霸天, 你是甚麼意思? 古墓明明是我們訓宣的 你帶人來跟我爭 古墓裡面的 是你趙大都的祖先來嗎? 你說甚麼? 既然古墓裡面不是你的祖先 就是說古墓是公家的 大家說得對嗎? 老大, 黃霸天, 你想跟我爭嗎? 好, 敏過我把刀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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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事?我從來都沒見過這些東西 山區土匪打架而已, 身邊弄炸彈 撲到了…最後兩張回上海 摸了票給我撲到了, 厲害吧 有多厲害 我們怎麼回上海呢? 我何時說要回上海 那去哪兒? 來這裡 等等 停 幹什麼?有發熱嗎?在哪兒?上面跟下面 我燈籠就你認識了 小心點看著, 我已經沒了火彩了 那倒是, 我叫你找一張電筒來 你找兩個燈籠來幹什麼?你還小嗎? 你也不知道, 這是窮鄉癖藥 要什麼沒什麼 幸好過兩天中秋 我才找到兩個這麼漂亮的燈籠 若然不是, 我捉燕火蟲給你用 你敢在身形怎樣捉燕火蟲 身形不是本來是兩回事 我沒理由不知道 我弄得木地站著, 走開吧 軍事禁區善闖者格殺物論 看來好像很大件事 軍方也要出動迷 裡面一定有古怪 格殺物論, 真的進去嗎? 這是什麼? 什麼? 那我怎麼樣? 快點近日來吧 新文紙說應該是這裡了 我不覺得發生個大爆炸 是不是新文紙亂寫了? 新文紙說是亂寫 是嗎? 但是家殺物論不會亂寫的吧 是嗎? 是嗎? 那些泥有些洞裡 是啊 那些泥有些洞裡 看來看來應該不像人位 那會不會飛機墜位呢 如果飛機墜位應該有殘骸才對 走 大家分頭追, 一定不能讓你們走 我真不明白, 黑燈光也會見到我們 你還拿著燈籠也是 溜嘴, 出現了 有個幸運 我會遇上載, 黑燕 潘哥, 油 快速是 追上來了 追到那邊… 我找你 尚教, 還追不追? 追追追, 怎麼追? 一個一個都煩痛 這樣也可以讓你走 這個究竟是何方神聖? 小哥, 想緊一點 要不然在子彈打你 不死, 打死了 為何至少要我鎖車尾 肥子大姐替我擋自己的子彈 為何你不可以擋子彈? 很簡單, 因為我會為你, 你不是 過了 比五五八之間 我生日子彈打你 我小子彈打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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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姓于, 于庭文 于先生, 你好, 請坐, 麻煩 不知道我們偵探社有什麼可以幫你呢 這位是… 他是我助手小國 于先生, 你好 魏先生, 我這次來是想跟你談談大買賣 大買賣?于先生, 你可能搞錯了 我們這裡偵探社不是做什麼買賣生意的 李宗盛 你別跟我開玩笑了 你在上海開得偵探社 沒理由有錢你不賺 我這次跟你談的是關乎一個寶藏 魏先生, 就算你跟我一人一半 相信分到的會有個天文數字 于先生, 那真的很可惜 我一向對天文行沒什麼興趣 魏先生, 你打得放心 這個寶藏不是什麼殺人放火得回來的財富 而且他根本沒有主人 無論如何, 我想你這次找錯人了 想不到魏斯利是一個蒜頭怕鬼 蒜尾怕賊的無膽肥女 你說什麼? 小國 于先生, 既然你對我魏斯利這麼失望 我想我也不再阻礙你補貴的時間 小國, 送個于先生出去 不用了 我不至於沒用到 連走出這個門口也要找人帶 別走 魏斯利, 你搞什麼? 這麼大的生意送上門你拒絕了人家? 你這麼想, 你自己去接樓追回人家 你不是覺得勝於這個是你白狀嗎? 不是 那倒是 那倒是, 這麼大的生意都不接 你不是真的嚴重了嗎? 折哥告訴我 這個人絕對不太普通 而這件事也絕對不太簡單 所以這件生意不接得比折 更何況魏斯利一向對錢沒什麼興趣 你對錢沒興趣 偵探社要交租, 我和阿善要出糧 你不是真的想偵探社倒閉嗎? 你說得很對 你不想偵探社這麼快倒閉 你快出去幫阿婆捉一隻貓 去吧… 怕了你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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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說不讓我接 你幹嘛捉住我, 放開我, 放開我 我們偉哥要見你 你聰明就別在這裡吵怨了 誰是偉哥, 我根本就不認識他 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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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偉哥 偉哥先生, 你沒事吧? 知道郭家權離開了 你就是剛才的郭先生 你跟我說 這樣想走, 沒那麼容易吧? 是你? 來吧, 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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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偉哥 是呀, 反正沒有客人出去喝下午茶 你等等 你幹甚麼? 你沒事做, 我陪你出去喝喝茶 你進去?我醒來了 你提醒了我嗎? 反正出去就出去進一張票也好 好呀 你幫我去櫃桶那裡 行了, 我在那邊 謝謝 好呀 怎麼沒有? 放出去哪兒? 你怎麼放在那裡? 波士, 你放了一張票嗎? 波士 誰是你來的 來吧 發自你, 表哥 蓉蓉? 你怎麼回來上海的? 我剛剛下火車 你剛下火車?你之前不通知我一聲 人家打算給你一個驚喜 剛才不妨這麼驚喜, 你鬼鬼祟祟跟著我 我隨時一拳打爆你的頭 說得你表哥這麼聰明, 不會這麼瘋狂 你知不知道, 我這麼久沒見你 很想念你 不如這樣吧, 我們喝杯咖啡慢慢聊 先說, 他說你下火車的行李在哪裡 那些行李… 你老老實告訴我 你不是下火車已經回家了嗎 不要了…老爺, 不要了… 路賽, 看開一點 老爺不死也已經死了 你哭他也不會回家了 你說甚麼?我剛才說 老爺這幅難得糊塗是多年的珍藏 現在給他, 搞得變成糊塗難得 如果老爺還沒死, 被他氣得他死幾次也有 老爺還沒死嗎?嚇得我 依我說, 糊塗難得豈不是比難得糊塗還好 你說完了沒有? 是呀, 在大學裡面, 這叫積慶藝術 講求是天馬行空有多想像的空間 絕對不可以因為人為因素, 局限住 你看寬仔的頭髮, 熊熊是我設計的 叫做豹宗一聲脫舊水 寬仔, 你喜歡嗎? 老實說, 喜歡就不太喜歡 不過我比表小姐的大利是 你說怎麼樣就怎麼樣 熊熊, 我告訴你 你別再搞這麼多事了 雖然你在沙灘牛公馬大大 一次過也受不了這麼多刺激 我是, 甚麼?醫生, 她現在怎麼樣? 雙姐的傷勢非常嚴重 除了老部受到劇烈的震盪之外 還有內出血和多處的嚴重骨折 她這次可以撿回一條命, 真是幸運 那你能否檢驗到她的傷害有甚麼造成 你看看, 她極有可能是受眼脈所襲擊 那條沙掌? 甚麼? 醫生, 你猜她多久才能醒來? 這層真的很難說 她的內傷實在太嚴重 我估計最快要幾天才能醒來 謝謝 謝謝 到底誰這麼重手打你這麼傷? 這個問題我也想知道 鐵彈? 小哥是被一個路人在閘北 一個偏僻的地方發現 據說他當時身受重傷, 不省人事 那個路人呢?你們不是放了他嗎? 你放心, 我已經查過路人的身份 他只是鄉村的教師 一點可疑的地方都沒有 到底是誰做的呢? 這個問題要問你才知道 問我才知道? 這不是你從武房做的事嗎? 你老實實地回答我 你這間偵探社最近查甚麼案? 幫我婆婆找貓, 是不是婆婆可疑? 真的找貓這麼簡單? 鐵彈, 我求求你不要再用讀書時 頒上的艾神看著我 我沒有犯規, 我不需要向你解釋 老婆 那些東西呢, 全部都在小哥的身上找到的 你幫我看看有沒有甚麼不見 幹甚麼?即是以後有甚麼不見 沒有, 燒過這麼大的人 還可以接著我打得很好笑 這件案子我們巡捕房會跟進的 你千萬不要施擠行動 有甚麼消息 等一時間通知我, 知道嗎? 知道, 班長 謝謝姐姐… 你沒事吧? 你沒事吧? 即是早上來的? 謝謝 醫生院長找你 怎麼樣?有什麼意見? 根據書本的記載 現代的摺子藝術是源於古代的摺子 最早出現在湖南一帶 這種藝術也分為三個流牌 等等,陳長青 我現在叫你給我意見 不是叫你寫讀書報告 叫什麼三大流牌 對了,你真的肯定梓喉不是屬於小郭? 我們認識了他這麼久 有沒有見過他摺子? 沒有 就是了,別說這麼複雜的梓喉 叫他摺子簡單的飛機也不認識 但是梓喉在小郭身上找到 今天怎麼解釋呢? 你無謂你一腳我一腳,拆了就知道 你別亂來 你拆了,沒什麼特別,除了摺子紙外 你看看,有個符號 什麼符號? 什麼符號?大上海舞廳的標誌 大上海舞廳? 露菜,你也知道,你經常去的 什麼符號? 或者是你老哥 你搞什麼? 我漂亮不漂亮呢? 你穿成這樣幹什麼? 又想走去逛逛逛逛菜? 當然不是 你是不是要去找線索? 我打算陪你去大上海舞廳 是,我是要去找線索 不過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我想交給你們做 是嗎? 是什麼?你幫我快說吧 就是保護小郭 保護小郭? 如果沒猜錯的話 這件事是牽涉到一個很重大的陰謀 而小郭呢,就唯一這件事裡的重要證人 隨時也有可能被殺人滅口 所以我一定要找一個信任不過人 去保護他 而這個人呢,就是你 我不會讓你失望的,馬上去 就要抓到一死 嘛 怎麼會 就這樣 都要抓到 那麼 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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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牠牌掌 老大… 老大, 老大 先生, 買了花 你也算大膽, 誰不准你去賣花 叔叔 我就買你的 謝謝叔叔 謝謝你 謝謝你 我 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词 杨茜茜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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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 供祝你福如東海, 守備南山 你是誰? 我姓葳 我想找廁所, 當失了牢 你的夜總會太大, 是不是這邊 你找廁所找來這裡? 可能在那邊也未定 是吧? 明哥 快點 再見 再見 小角, 你這麼久都不醒 一定被人打得很傷 不過你放心, 有我狠狠在那裡 你不會有事的 小角…你醒了? 小角, 你是不是想跟我說? 小角 你是不是又暈了? 小角, 你回來就好了 陳良青, 這麼早? 醫院那邊出事了 小角有事嗎? 不是小角, 是熊熊 甚麼? 是嗎? 你是不是這麼重手? 看來也要睡一頭半個月了 也不知道行不行 還不過來? 你別想罵我 是你叫我保護小角 我盡忠點手 那你看不到人家是護士? 打亂來這樣 我誰知道晚上要跟小角打針 我怕是殺手 那你現在真的覺得自己很對嗎? 幸好人家不告你 要不是抓了你去巡報房 甚麼? 你別吵其他病人 對不起, 不好意思 我們先出去 還不走? 好 我告訴你 你好, 沒理由見面 真是挺有緣的 一件事想問一問你 做醫生的薪金是不是很瘋? 我不是很明白你說甚麼 如果不是很瘋 為什麼你要兼職做歌女? 你這樣說是甚麼意思? 話說回來, 這座旗布很好看 身團很漂亮, 我很喜歡 我有空一定會多去捧你牆 那謝謝 不過希望你下次來的話 最好走正門 因為小說夠偷的人 才喜歡走後門 說真的, 我一定會再去捧你牆 你有空看看精神科吧 我知道你表哥, 那個美女醫生是誰 她不收你 是嗎? 你還沒被罵夠 你除了會打人和尿士鬥飛之外 你還懂得甚麼? 不是, 鑑賞古董你就說厲害 感覺到現在我比較厲害 我總覺得剛才的女醫生 跟懷子裡表哥有些事 你不相信嗎? 表哥呢? 早就走了, 等你了 你不說? 這個角則清,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為什麼傷得這麼嚴重? 幾乎全部臘骨都歪了 快點, 表哥, 你走那麼快幹甚麼? 喂… 小個明明醒了, 進去弄暈 不知道幾時才醒得回來 醒到第一次就會醒到第二次 真的遲早 是呀, 一次氣我不死 遲早就氣死我 師尼, 熊熊的肌皮不死 看這個肌不記得死你 怎麼這麼巧? 對嗎? 對, 逛街 做事 總得上海發祖是第一巡報 一定是大件事 不妨礙你 站住 急著幹甚麼?小哥還沒醒嗎? 是呀, 有心了 你回去就行了 小哥暫時也不會醒 小哥還沒醒, 我找為師你也是一樣 找過甚麼事? 有一宗兇殺案 我想你跟他回去巡報房 兇殺案? 你怎麼搞的?表哥不會殺人的 我沒說他殺人 我想去幫我認一認一條 是他? 你認識他嗎? 可以這麼說, 見過吧 你叫我來不就是認死這麼簡單 你真聰明 沒錯, 張家是給我的 事情是這樣的 他來找我, 想我幫他尋寶 但一手拒絕他了 其他事我一無所知 死者于庭文在死前 去過你偵探社找過你 而小哥是你偵探社的職員 現在于庭文跌下懸崖死了 小哥就被人打得重傷 所以我絕對有理由懷疑 這件案子是跟你有關的 那你就懷疑我 就把那個于庭文殺死了 我一向辦案原則 是絕對不會排除任何一個可能性 那我想問你, 我殺人動機是什麼 你剛才說了 死者找你, 幫他找寶藏 因為我要找寶藏 所以把他殺死了, 一定是這樣 事問這個世界上 有誰不會為了寶藏而心動的 不過, 不是每個人都有這種本事 雖然以為施你的身手和才智 要得到這個寶藏, 一點也不難 我因為得到這個寶藏 就要把心一橫 將于庭文殺死吧? 你說 我真的不明白 為何從小到大你每次都針對我 我不是害過你 我是讀書的時候 什麼事?你瞎瞎摘我的名字 說我上課聊天, 下課打架 現在有人死了, 你說我是兇手 這樣吧, 看看巡捕房有什麼 我還沒破過全部偷殺給我 一次過認罪就好, 一天都放了 你放心, 我辦案 一向說證據的 現在證據呢? 沒有吧? 沒有, 我走了 惠司令 又想怎樣? 我警告你 這件事不是你想得這麼簡單的 你最好跟你合作 把你所知的全部說出來 否則我怕你後悔 謝謝提醒我的班長 算是想做 你好, 既然你那個星期 你讓五十五百多塊 你沒救抖 你這個鐵彈不是嗎? 怕黃唐不是遵踪我 你當我遺師你是什麼? 黃仔, 那我就不見了 是呀, 你說不見了? 你最近去哪裡玩? 是呀, 走呀 小心點, 小心點 周身骨頭 那裡好像有位, 有嗎? 走了, 走呀, 走呀 走呀, 走呀, 走呀 走呀, 走呀 走呀, 走呀 不要, 走呀 走呀, 走呀 ショート 那個 JAMES 放我 難過 你 мин 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KW 你是誰 你好 又是你 來… 不用這麼緊張 我看一個人有沒有武器 你三個人都用槍這麼大形象 轉過去了 我問你, 你到底是甚麼人 連我餵屍你你也不認識嗎? 你好嘴巴 原來是死盲鬼找過那個難鬼私家偵探 餵屍你是不是 你也好 怎麼樣, 你想帶我去哪裡 見你大哥 你挺有趣的 你們倆有沒有見過人被人用槍指著 還有這麼多東西問的 你們先耍耍 你們不是打算三個人一支槍 就可以押我去見你大哥嗎? 行不行, 你嘗嘗就知道 快點, 走 這個遺私利, 以為你有幾本事 原來又是不堪一極 眾哥, 這傢伙怎麼處置 對付這些人, 免得浪費子彈 避免夜長夢多, 丟他下山吧 不是吧?那就玩完了 慢著 把他交給我 小姐 行了, 我可以走了 他交給我小姐 但是… 放心吧, 有甚麼事由我陪伴 好嗎?還沒醒醒嗎? 我們挺有緣 這位師傅怎麼這麼說 這位先生, 不好意思 我們到時候收店了 如果你還想再浸泡 或許可以明天再來 你當然是見我走不見他走的 他…他又怎麼跟你 你真是對人不是對事 你今時今日的服務態度不行 我自問就不敢叫他走 要叫你自己過去叫 你以為我害怕他嗎? 分開一個塔門回廠幕房就行了 聰明姐, 要不要又拉又鎖 現在在上海開草堂不是… 誰來的? 他就是我們玉福池老闆 你豈不是不知道 老闆?不是吧? 下車 走 你有甚麼開口問就行了 不用客人拿槍指著吧 畢竟大家見過阿綿 有甚麼問題問我一句 我一定會回答你的 閉嘴 你想叫我閉嘴 你說一句就行了, 用不著… 說一句, 用不著這麼認真 你很回答 你為何無緣無故有這間社會 那你呢?你為何無緣無故救我 我沒有說要救你 只不過不想他死在這間屋裡 某單花嚇死, 能死在你手上 你一定有機會的, 拿出來 拿甚麼出來? 拿出一顆袖口樓 你這麼緊張, 你知道誰了? 你不需要知道這麼多 如果還想有命的話 就拿出來 看來我不找出來也不行了 好 不好意思 好 有時候錯手, 要不要殺人滅口 幸好打不中, 要不然死了 也不知道有甚麼事 你嘗試再走出來 看我打不打中你 如果沒猜錯 你應該只剩一顆子彈 好好的把握這個機會 好累了 我出來了, 還不開槍? 我知道了, 你不捨得我 好可怕 對眼看 好可怕 好可怕 記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